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quire的学习课堂。 这次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抓取过程中Cookie的处理。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包括登录的原理,登录的方法,Cookie的处理,以及总结。 登录原理,登录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存在。 比如你使用SSH协议去登录你的Linux服务器进行操作, 或者你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某一个网站去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操作。 身份识别,可以使用用户名密码或者使用密约。 然后在Web中的身份识别,对于Web网站本身它采用了两种机制, 就是Cookie和SSH。 现在看一下Cookie是什么。 Cookie它是通过在客户端记录信息来确认用户的身份。 它是存放在客户端的一小段的文本。 当你向服务器发送请求的时候,它会带上这一小段的Cookie信息。 服务器通过这些Cookie信息来识别你的身份。 另外一个,SSH。 SSH。 这个是放在服务端的。 G,通过在服务端记录信息来确认用户的身份。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 如果Cookie机制是通过检查客户身上的通行证来确认用户身份的方, 那么SSH。 SSH机制就是通过检查服务器上的客户明细表来确认用户身份。 SSH相当于程序在服务器上建立的一份客户档案。 客户来访的时候,只要检查客户档案就可以了。 然后看一下在Web访问中使用的登录方法。 对某一个网站的登录,在Squire背中,我们可以使用Form Request。 我们曾经在项目制作中对大家有过要求, 使用Form Request登录生物股那个网站。 现在去回顾一下当初是怎么实现的。 可以看到,我们在Post函数中最后返回了一个Form Request, 并添加了Form Data,也即是说你所要传送的数据在Form Data中包含的数据为 这是使用Form Request进行登录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当然除了使用这个,我们还可以通过添加Cookie信息页, 伪装成一个已经登录的用户,即把这个Cookie添加到你的Request当中。 看一下实例。 这个实例是通过改写Stack或FollowsPatter去实现的一个登录功能。 我们实现了Start Request的方法。 Start Request产生的是你需要处理的初始Request。 我们在产生初始Request的过程中,给这个Request添加了Cookies信息。 Cookies的内容包含DZUsername,DZUID,BUCKY,BUCtoken。 我们并没有使用一个固定的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这个网站。 只是添加了一些Cookies信息,伪装成已经登录的那个身份。 然后登录之后,我们去检查这个页面是否登录成功。 使用的方法就是说,检查登录之后的这个页面是否包含某一个确定的元素。 下面来运行这个Spider,看是否登录成功,即能否打印出Success这个单词。 在这里,我们是单独运行了一个确定的选择。 P1文件去实现一个POP 所使用的命令为 scribe with runSpider 运行文件名 写错 重新运行 可以看到 已经在屏幕上输出了 Success 使用已有的Cookie信息 可以伪装成 已经登录了 这是使用Cookie信息 去实现 登录的一个方法 当然Cookie的处理 还有其他的用途 一般有些网站 会使用Cookie信息 来跟踪 你对他网站的一个访问 比如说你访问了某一个页面之后 下一个又访问了 哪一个页面 或者说利用Cookie信息来验证 你是否是一个已经登录的用户 在scribe with runSpider 有一个叫Cookie 一个中间键 这个是它内置的一个中间键 实现了Cookie信息的处理 这个中间键 是否启用 和两个参数有关 一个叫Cookie 它的默认值为true 也就是说默认 启用Cookie 它标志 是否使用Cookie Madeware 如果禁用的话 就没有Cookie信息 发送给 web服务器 另一个参数 Cookie 默认值为false 如果启用的话 Scribe将记录所有的Cookie信息 Cookie Madeware 一个作用就是 它会跟踪Cookie信息的发送 并把这些Cookie信息 加入到 请求服务器的request当中 就像和浏览机中 所产生的动作一样 除了它内置的这个 对Cookie的处理 你也可以去手动定制 对Cookie进行处理 比如说刚才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request当中 手动的添加 某些固定的Cookie信息 最后对这次课进行重结 第一个 掌握formrequest实现登录的方法 第二个 掌握使用Cookie信息 模拟登录者的方法 请大家在课下去练习 这两个方法的使用 今天的这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